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火伊布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伊布連續兩天假日的社群日結束了 不知道大家這兩天收穫如何 這次伊布的登場純粹就是開二季 然後再多抓幾隻社群的 以後庫存可以進行交換 社群日的話這次丹尼收穫的伊布如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 伊布的話丹尼有稍微追幾隻100%的 不過很可惜的點下去都不是社群的 看來伊布並不是丹尼的主命角 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有抓到四隻100%的 然後其他的話就追一些高級聯盟 或者是超級聯盟能夠使用的伊布 不過很幸運的就是伊布火伊布這邊 我們有點到高級聯盟第一名的 而且進化之後在沒有改動名字的狀況下 是直接進化成火伊布 改名字能夠直接選定一隻伊布的這個效果 丹尼是還沒有使用到的 所以還是庫存的以防萬一到時候 開到100%社群的時候可以用 然後這次社群丹尼補獲到23隻 總計補獲的伊布數量是493隻 算是沒有到非常認真啦 而且很可惜了 100%的我們這邊都沒有點到社群的 然後點到最好的一個社群的角色的話 是上面看到的仙子伊布 這一隻大概是排名在高結盟20幾名 所以有機會的話我們會在高結盟使用看看 那不知道玩家們這兩天的收穫如何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讓丹尼知道喔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對戰吧 對戰的話我們還是用小號啦 因為在主仗的部分的話 可能高端玩家的實力比較強 在測試角色的時候可能會被直接打入底谷 那我們從小號來測試一下 那使用的陣容上是卡比獸 赤龍王以及今天的主角火伊布 那熟知的對決遇到的是這個 帝王拿波 帝王拿波的話我們這邊可以使用蠻力去打鋼 那我們這邊習慣上是不言啦 直接給你一個蠻力啦 他如果不打的話會直接中傷 而且我們等一下可以切赤龍王上來 算是一個之前丹尼蠻愛用的一個陣型的前面兩隻 但是我們蠻力出來之後 然後對方看起來是跟我們同時出招 所以這邊的薑水砲一定很痛 所以丹尼是耗了一頓 直接擋著丁尼蠻的薑水砲 然後中途就可以換車王上來了 畢竟滿力放完之後 防禦力跟攻擊力會下降 然後對方這時候換角換茶制服上來 茶制服算是目前高階盟紀念碑 還蠻常見的角色啦 主要他還是有這個劇毒雅 然後降對手防禦的情況下 其實殺傷力也算很足 而且他還有暗影球 打點也算廣泛 然後這邊劇毒雅叫我們防禦之後 我們用一個仗衣銅砲 去看能不能降他的攻擊力 如果能降到是最好的 而丹尼在測試這個火儀部的時候 其實用了大概3到4套陣容啦 但是發現火儀部有點脆 我們就慢慢打吧 等一下可以看到火儀部的狀況 然後這邊我們的仗衣銅砲 並沒有降到對手插制服的攻擊力 有點可惜 50%的機率 就非常看玩家的運氣啦 然後對方持續的使用這個 劇毒雅 然後我們的仗衣銅砲就下去了 殺制服能夠靠著他的劇毒雅 不斷的降對手防禦力 凡人程度可是破表 然後這邊我們回一步上來 依照他的血量 我們看起來火焰漩渦的傷害 是沒有辦法直接把他啃下去的 這邊勢必要吃一個招式 或者是開盾 那我們這邊先用寶盾 然後後面還可以使用 先吃一個劇毒雅 傷害量還好 這邊本來打算是把他農下去 但是對手中途換角了 換上電王蘿蔔上來 但是可以看到他的一個攀布 傷害量非常足 在對手的這個 插制服已經降龍防禦力的情況下 一下 的這個攀布 打了我們四分子一血量 導致我們這邊逼不得已 使用一個蠻力嘴巴K下去 因為如果再吃到一個這個 攀布的話 可能會直接中傷 火儀部就慘血了 所以插制服這邊 隊友配合得很好 他這邊還剩一滴血 還讓我們的卡比獸 防禦力下降 這時候玩插制服 玩得很好 那最後一隻角色的是火爆獸 火爆獸的話 這邊有點危險 因為對方看起來 是打算直接燒盡把我們點死 然後最後兩個爆炸鏈 收掉我們的火一部 不過因為我們的卡比獸 在剛剛插制服那邊 其實吃到一個劇毒 防禦下降 看起來只能讓他得逞 那這邊我們就放一個太神阿點 逼了他的一盾之後 後面手用一個蠻力 那我們自己的防禦力下降 快點讓卡比獸下去 好這邊卡比獸得下場了 不過目前的問題就在於 他的氣應該是100 100可以放兩個爆炸鏈剛剛好 而且火一部這時候上來 看起來是沒有氣的 所以這邊開盾完之後 就得吃他的爆炸鏈下場 對手的陣容還算不錯 他的這個插制服 降對手的防禦力 火爆壽就能夠用燒金 直接把對手燒死 那燒死之後他的氣滿 就算我們有一盾 其實也沒辦法扛這個爆炸鏈的傷害 還是得下去 算是一個不錯的配陣 我們的火一部 在那個電王阿波面前 有一點脆 好我們進入下一場 那這一場遇到的是 暗影版本的妙阿花 那暗影版本的妙阿花 算是比較少見啦 那兩者相遇的話 這邊應該是會輸的 因為我們之前有講過 暗影卡比獸的殺傷力比較好 普通卡比獸可能沒有辦法 去抗衡這個妙阿花 不過我們可以繼續打下去 等一下中途可以切 回一部上來擋切 那我們先擋了一下 他的這個瘋狂之物之後 在他準備出第二個瘋狂之物前 我們先出招 然後火一部看能不能順勢的 上來切交擋招 赤風王是憑傷這個瘋狂之物的傷害阿 所以當赤風王上來可能會有點重傷阿 所以這邊火一部一定要 稍微的扛一下 那我們這邊切交擋招擋到了 是瘋狂之物 不過可以看到 火一部的坦度阿 真的是有一點點尷尬 吃一個瘋狂之物竟然半血 然後對手上來的是噴火龍阿 噴火龍帶的是龍洗的 並不是火焰漩渦的 導致我們這邊在死前 只能放一個蠻力出來 那就得下場了 所以這場火一部 有一點點沒有做到太多事情 只是切交擋招之後 用一個蠻力K一個噴火龍 一點點血量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要換角 那因為可以看到他的小招是龍洗阿 如果我們選擇赤王上來 可能會被他點著頭破血流 那這邊只能選擇卡比獸上來 而且我們一上來的時候 卡比獸氣是滿了 先用一個泰山阿頂 對方的氣還沒好 目前雙方都是還沒開盾 不過他這邊扛了一個泰山阿頂 他可能擔心泰山阿頂 有可能會讓噴火龍殘血 最後被我們的蛇舔舔舔下去 看起來血量上應該會是如此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就擋他一招 畢竟將雙方盾翔筒 還是能夠抗衡 而且他那隻妙花花其實血量上有點低 所以目前的狀況是有點在我們這裡 噴火龍快速的出招 那這一下一定是龍爪 不會是爆炸鏈 我們可以試一下 然後他的CMP看起來是贏過我們的 本來想要他放完龍爪之後 我們讓赤王上來練功 結果我們的泰山阿頂還是按到了 那泰山阿頂把噴火龍K下去之後 對方保留了一頓 然後他這個妙花花再次上來 但是他沒有做到任何事情就下去了 有點可惜啊 他如果是普通的一個妙花花 可能是能夠放出他的瘋狂之物 但是在沒有放出來之前 我們就用龍洗把它點下去了 算是最完美 然後他最後一個角色是這個 阿魯阿版本的臭臭泥 那這樣我們使用章魚桶炮 這邊運氣很好 攻擊力下降了 對方阿魯阿臭臭泥帶的是毒擊 毒擊的話是攻擊力跟序能 相當均衡的一招 但是他的大招出招速度 就沒有像大聲咆哮那麼的快 所以這邊我們的這個 章魚桶炮降到攻擊之後 他出招比較慢 我們這邊扛得住 而且這時候還能再用第二個章魚桶炮 這時候一定可以逼著對手開盾了 如果這時候再攻擊下降 真的是過年了 好這邊對手開盾了 但是第二下攻擊並沒有下降 剩下的血量他要直接幫我們 用毒擊點死可能有點困難 那這樣我們赤龍王算是大功告成了 如果攻擊力在沒有下降的情況下 可能這場就要輸了 如果我們赤龍王可能沒有辦法跟他打那麼久 卡比獸上來這個蛇田打2系減傷非常嚴重 所以這邊是靠著赤龍王這個張力桶炮 降到對手攻擊力才有辦法逆轉 那我們進入下一場 那這一場的話遇到羅斯爺朵 羅斯爺朵的話如果火一部能夠對上他是最理想的 那當然你不可能直接切火一部上來 那應該會直接送頭 所以我們這邊跟他消磨一下 那羅斯爺朵本身是毒系啊 你不能用格鬥系的蠻力去打他 所以一定只能用泰山他定 而且他這邊出招很快 不會是飛風暴 是打草劫 我們這邊扛一下 扛一下一半還可以 那對手換腳了 火爆獸上來 那火爆獸這時候上來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能夠對火雙抗的一個 衝往上來 不過玩家這邊應該覺得蠻好奇的 丹尼雖然在文章中寫這個火一部啊 是蠻力跟增長比較好 但是因為你要用增長的話 可能要開厲害券 才有辦法去獲得兩個社群日招式 所以丹尼在今天使用的一個火一部 是蠻力跟過熱 畢竟過熱的一個能量需求 其實是跟增長是一樣的 但是過熱的殺傷力會更足 所以丹尼再測試一下 看能不能使用過熱這一招 好這時候對方的這個火爆獸下去了 然後再次上羅斯爲朵上來 然後我們這邊選擇張力銅砲就好了 因為以目前羅斯爲朵的血量的話 其實不用膩擬 我們直接KK死他 然後對手剩最後一隻 剩帝王拿波上來 帝王拿波的話這邊有點麻煩 因為我們目前的火一部啊 其實是沒有辦法打帝王拿波的 火一部的坦度真的是沒有這麼好 而且你很仰賴這個打帶跑招式的蠻力 或者是過熱的情況下 其實他沒有辦法快速的擊到兩個氣滿 然後連續發招 你可能放完一個就得下場 所以這邊丹尼就直接讓火一部上來送頭了 直接上來一個蠻力啊 然後對手是開盾了 目前我們有盾的優勢 而且對方看起來跟我們比CMP 但是我們獲勝了 所以這邊他的降水炮是比較慢出來的 我們這邊逼到一盾算可以 那接下來卡比獸上來 目前兩盾的優勢 他除非靠盼鋪直接把我們的卡比獸點死啊 但是難度是有點高的 而且依照他目前的血量 我們只要泰山他點兩下就可以收掉了 因為他剩一盾 好這邊氣滿了 火一部真的是蠻討厭水系的寶可夢 因為有些角色其實遇到自己逆風的屬性的情況下 招式組合其實有辦法去反殺 那就會比較好用 但是火一部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講了四下的火焰漩渦可以使用一個蠻力啊 但是四下火焰漩渦要12個時間點 12個時間點對於有一些角色來說 像是聚早怪 聚早怪出招速度絕對比你快 所以你要用蠻力K到水系 你也沒有辦法反殺他 所以火一部比較尷尬的地方就在這 好我們剛才一場獲勝了 那進入下一場這場遇到快龍 那比較快龍的話習慣性就是這樣 稍微的吃他的招式 他不散影版本了 所以他的殺傷力 龍爪的殺傷力沒有那麼好 所以這邊卡比獸一定能夠坦住他一招 然後我們用太神阿滴去壓破他的血量 然後吃一個龍爪 中土就可以換上這個赤雲王上來 不過比較危險的地方在於他這邊多放了幾個龍洗 所以他點他龍爪出來的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到底有沒有辦法赤雲王上來直接把他點掉很關鍵 好這邊吃到龍爪了 換上來直接看能不能龍洗把他點掉 然後對手看起來是覺得不妙 所以他進行換角了 換雲王上來 雲王上來 雲王上來本身有鋼阿 所以能夠抗我們的龍洗 如果我們招式打他都是減傷 所以我們這邊選擇一個張力統炮 看能不能降到他的攻擊力 好這邊張力統炮出去 對手是沒有降攻擊力阿 不過這時候我們逼出這個雲王上來還不錯 火一部這邊就可以避開他了 但是火一部其實在打龍系也沒有特別強 尤其是遇到快龍 火星炫火打龍減傷 然後蠻地打飛行也是減傷 所以遇到快龍的時候 火一部並沒有發揮到很好的一個狀況 就要看他做一隻是什麼 所以等一下快龍可能還是要靠卡比獸去解決 不過卡比獸要用蛇舔直接把快龍點死是有點困難 他可能還是會使用龍爪來K我們的卡比獸 然後我們這邊卡比獸先上來 當然不能選擇火一部去坦這一個 地王阿波的攀鋪阿 好這邊泰山阿鼎出來了 然後對手是擋下了 中途切快龍上來 他保留了這個地王阿波有一點尷尬 因為目前我們的火一部還在 那等一下起來可能會吃到他幾個地王阿波的攀鋪阿 那卡比獸這樣下去了 上來一個火雲漩渦收掉的快龍 對手應該會上地王阿波上來 目前是盾的優勢 我們這一場就全部交給火一部了 好對手還是上地王阿波 這邊出招了 這邊可惜阿 就是沒有順勢的收到地王阿波 導致這邊出招 然後目前盾就會平局阿 我們看能練多少氣出來 然後對手並沒有換角 持續的使用地王阿波 用他的攀鋪點掉我們 目前上來一半阿 非常的痛 那最後一角色的是阿羅拉抽抽尼亞 那這邊的話我們盡量看能不能擠到兩個過熱的氣 但是因為過熱是超過50的 所以這邊頂多就擠到一個 那第二下再補一個 對手剩一盾 這邊過熱看能不能直接壓到他 結果對手開盾了 過熱這一招會讓自己的攻擊嚴重下降阿 所以第二下的過熱能否打死他這邊很關鍵 目前他的血量剩下3分之3 好對手選擇能量比較短的酸一炸彈出來 好這邊要看囉 攻擊力下降會不會導致我們的 過熱打不死他 哇可惜差一點點阿 雖然過熱還是超過一半的血量 但是這邊 因為攻擊力下降的情況下 沒有辦法把他拉下去 對手還是出招了 剛剛的狀況就是要不要靠蠻力去騙盾阿 但是我們很真誠的使用過熱阿 結果對手這邊是擋了 如果使用蠻力的話再用過熱 可能這個傷害量是可以的 非常可惜的一場 好我們就下一場 這場遇到的是怪力 那這場是逆風阿 逆風的話趁王上來 那對手是上先止一步阿 我的天阿 哇先止一步也是這次 這次全日有獲得招式 精神衝擊這一招 先衝擊的能量是比較短阿 比起他原來的那些招式來說 加上他還可以打一些賭系的角色 所以算是這次有在UP的一個角色範圍內 好那這邊的話 我們把血量上壓到最低 使用一個招力桶炮 但是沒有降到對手的攻擊力阿 很尷尬 那這邊我們選擇火藝部上來 火藝部的火系能夠抗妖精 所以我們這邊能夠擋住他的這個 撒嬌的傷害 然後我們先擋他一招 他會使用精神衝擊 現在目前尷尬的地方 就在火藝部的招式 我們都是一個打帶跑的招式阿 所以你放完招式的時候 一定得換角 那這邊但你有點貪阿 導致他這個精神衝擊再次出來了 然後可以看到精神衝擊直接打傷了火藝部阿 我們現在一滴血阿 雖然氣氧上很慢 看起來可以放一個蠻力跟過熱 但是放完招式可能就要下去了 然後對手上怪力上來 這邊我們只能選擇一個蠻力 因為他還有盾 一定能夠逼到他的盾 好中途讓 只能讓卡比獸上來自殺啦 這場沒辦法 這場火藝部其實在對抗優勢屬性的時候 在扛對方招式之後 可能在血量上並沒有到非常多 所以我們的火藝部被壓到殘血 這場可能大肆已去了 通常一部系列目前阿 丹尼在評估中 好像坦度都沒有到非常優異 除了月亮一部之外 其他的坦度都是一半半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一開始 火一部阿水一部或者雷一部 其實在對戰中很少出來的原因 也像這種打帶跑的角色阿 還是需要坦度能夠支撐他 把氣量上集到兩個招式再使用 那我們卡比獸當然是贏不過這個怪力的 那最後火一部上來 來一個過熱 算是最後掙扎 那對手要一盾 這邊已經開盾了 阿沒有 讓我們看到最後一隻角色 我們的火一部就下場了 所以其實這套陣容 在遇到對手的時候 第一隻格鬥系 可能就會比較辛苦阿 不過我們今天算是測試阿 讓大家了解到火一部 其實在對抗妖精系阿 對抗傷害面上來說 其實也沒有到非常坦 好那我們進入下一場 這一場遇到妙花花 妙花花的話OK 這一次不是暗影版本的 普通的一個妙花花 當然我們習慣性就是要中途切腳擋招阿 如果你是帶暗影版本的卡比獸 會贏 如果你開盾的情況下是會贏的 但是不是暗影版本的 就是打起來會比較辛苦 主要殺傷力就剛好差在 他準備出招之前 你能不能夠拿下他 普通的卡比獸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泰山阿定的殺傷力 是有一段落差 蛇舔可能差一點點 才有辦法把他舔下去 好這邊泰山阿定出來 然後對手準備出招之前 我們上火一部上來 不過看起來對手 應該是延遲了一下 他應該是來得及進行判斷的 不過他招式還在彈下去了 瘋狂植物出來這邊我們不用擋 這邊扛得住 玩家可以看到阿 我們的火系的火一部阿 在扛著植物系的瘋狂植物 還是噴了半條 然後這時候逼出他的水氣角色 也就是巨角怪上來 那我們蛇命一擊吧 直接來個蠻力 然後對手這邊要用泥巴射擊幫我們點死可能比較困難 而且他這邊並沒有把他的氣急到極致阿 直接出了一個招式出來 也很可惜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可以選擇吃龍王上來 因為吃龍王是能夠雙抗水的 不過他有可能配置地震或霧尼波 所以在大招部分可能還是要小心一點 那這邊吃龍王上來了 其實目前火系的角色阿 要反殺水系真的是比較難 因為你要殺水系要用草系或者是電系的 但是草系的話像是火爆獸 他本身有日光術 但是這招能量需的太高 所以你要靠火系去反殺水的難度是相當高的 是比起你其他角色的屬性上來說 是比較困難 現在火系的角色相對的還是被壓抑的蠻痛苦的 好那對手上的他作為角色是尼多厚上來 他這邊尼多厚因為怕水阿所以他只能擋招了 尼多厚並不上來你版本的 所以他的殺傷力算是普普 而且我們的仗魚統炮並沒有降到尼多厚的一個防禦力 有點可惜 劇毒牙講防禦力之後我們立刻換角 把他防禦力下降的一個效果取消掉 然後卡比獸這邊上來 目前的優點就在於他的妙話化是沒有氣的 所以其實卡比獸上來還是能夠稍微的消磨一下 就算他讓這個妙話化上來的話 好那尼多厚持續出招 尼多厚單里認為高結盟暗影版本會比較強 因為你可以看到血量上就差一點點 如果他是暗影版本這邊一定能夠收掉卡比獸的 尼多厚這角色就是盡量的要在對手還沒出招之前 靠著劇毒牙以及毒己的傷害量 直接把對手點下去是最完美的 所以單里認為 這個暗影版本的尼多厚是比較強的 好這邊赤文王上來點掉尼多厚之後 對手再次上妙話化了 雙方目前盾翔筒 不過他的妙話血量上並沒有到非常好 然後這邊選擇張一桶炮就好了 好這邊還是沒降到他的攻擊力啊 很可惜啊 不過如果我們剛剛講的 他目前是沒有氣的 所以他頂多放完一個招式之後就得下場了 這邊沒有讓他有足夠的空間去把氣擠滿 所以剛剛火翼布還是有40的切膠檔招到 所以這邊可以直接收掉妙話了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火翼布在對戰中 其實看起來招式組合好像蠻萬用的 不過重點是你要打帶跑加上坦度沒有到很好 所以在操作上來說難度是有點高的 但你本來在赫拉克羅斯小號的分數大概在2300 不過我們今天測試完大概噴到2100啦 所以整體上來說也算是勸勢啦 卓銘的火翼布雖然能夠獲得非常好用的蠻力 但是在實質的對抗上來說可能因為坦度不足 你還是要稍微小心他的使用性並沒有到很高 這也就是我們在一部射群日之後第一隻測試的角色 當然你覺得火翼布看起來蠻好玩的 不過用起來好像並不是那麼一回事 有機會的話我們也會再測試其他一部在對戰中 看能夠發揮出怎樣的實力 玩家喜歡的話也能夠在底下留言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提供給玩家們當作參考囉 那麼本部影片就到這囉 也由於目前的對戰影片需要消耗到很多資源 所以丹尼在這邊甄選一下影片 如果你有非常精彩的對戰陣容 或者是冷門小知識以及極限挑戰的團體戰等影片的話 可以提供給丹尼除此之外 如果你是對戰影片的話 建議是提供7場以上讓丹尼可以進行篩選一下精彩的對戰 除此之外你要同步提供IB及角色的招式 然後玩家給我提供的影片會經過篩選審核之後 成功的話會告知玩家有上片的機會 影片上傳的部分的話 之前有說是在Google雲端或者是YouTube 但是發現YouTube的畫質可能比較不太清晰 所以這邊建議統一選擇Google雲端會比較好 這邊也有附註一下要怎樣進行上傳喔 另外玩家如果從事YouTube頻道 或者是活動需要宣傳的部分 也會在影片裡同步介紹 所以我們這邊就小小的招募一下囉 玩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寶可夢相關的資訊 不妨可以訂閱丹尼的YouTube頻道 或者開啟小鈴鐺 就能夠在第一時間獲得更多資訊之外 想跟丹尼有更多互動的話 也能夠加入丹尼的YouTube會員 目前有分為粉絲會員以及好友會員 福利各有所不同 玩家能依照自己的需求而選擇不同的方案 您的每一個小小支持都會化成丹尼做影片的原動力 那麼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